今天是2016年5月20號 準總統蔡英文今天上午11點 將在總統府外發表就職演說 對於國際關切的兩岸論述 截至昨夜仍然是保密到家 只有預告請各方拭目以待 蔡英文將在就職演說宣示 要為年輕人打造更好的國家 而演說雖然對兩岸論述高度保密 但是將兩岸與區域和平發展 放在同一個部分 因為將延續他競選以來 主張的兩岸維持現狀 並且強調兩岸關係 穩定對區域和平發展的重要性